植物大作战 今天天气不错 鸟鱼花香 心情也格外的美丽 但是某些人就没心思来感受了 老大 小娃姐好像在说你 小鬼头 你老大我有这么笨吗 小娃这点小心思我会看不出来 也是呀 老大是最聪明的 对对对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对劲呢 算了不管了 小鬼头 还是赶紧说出你选的惩罚吧 上期的失败已经成了过去式 这期我一定要打败小娃 那老大你听好了 这期的惩罚是这两个 一对小娃姐说 小影要比小娃好多了 我来我来 第二天我来 我上次看了一个挺不错的 二给小鬼头表白 老大会选择哪一个呢 喜欢我就三两支持一下吧 小娃选的也算吧 也能吧 只剩花香对我不太友好 有啥不友好的 是大嘴给你表白 要不是让你给他表白 而且你可以拒绝啊 一脸肯定是不想 会有危险的 如果我选二 小鬼头你会拒绝吗 老大你可以试试 那我就选择 小鬼头我喜欢你和我交往吧 老大我拒绝 我就知道 那么言归正传 这期的素材投稿来自于平安局 正如如下 上期视频老大输了 所以先来选择 不用看了 这个小娃给我了 之前你不是一直嫌弃植物小娃不行了吗 现在咱还第一选了 那也是得看情况呀 那我要粘野蛊 第二个我要狐公英 小娃姐这边就只剩下蛇草了 植物选择完毕 接下来是僵尸选择 小娃姐先来吧 都不用看了 我要史莱姆 火龙小鬼就是我的了 那我再来个冲钢跳 我也只有大嘴了 阵容选择完毕 接下来是随机事件 一 选择几方任意植物或僵尸 与敌方交换 二 几方增加三个霸王胶 三 几方植物枯萎时会立马复活一次 但只有原生命的一半 四 所有植物攻速乘以二 五 指定敌方僵尸消失 但另一只僵尸所有属性乘以五 六 是随机事件产生相反效果 老大先来偷投资吧 这次的随机事件 好像有几个挺复杂的 算了 一切都看运气吧 我扔 二 点 嘿嘿嘿 我方增加了三个霸王胶 小蛙你可以投降咯 别说这么早 我的随机事件还没出来呢 这一次来个更强事件 我扔 哈哈 又点 大嘴 你的霸王胶是我的咯 不 我的霸王胶 别关心老大 万一有反转呢 双方阵容摆放完毕 我们战斗开始 放出来后 老大的阵容好像不值一提哦 没有这几个霸王胶 选生选服还真不一定 再次感谢大众啊 小蛙你给我等着 下次你就不会有这么好运了 我们恭喜小蛙 取得了胜利 小老大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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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